诈骗集团又出新招了 他们跑到人家的店里面 说什么我是公司主管 我要把你们商品带回去 要拍行路 在那边骗一些年轻的打工族 或者是设施卫生的店员 这个集团北中南到处骗 从高档的名酒到鞋子 甚至到名声用品 什么都要 男子假冒摄影师到洋酒行后 女店员提了三代高级洋酒出来 因为他来之前 先假装董事长打电话到洋酒行 交代要把商品拿去拍行路 他在扮演成摄影师 却带走好几罐名贵洋酒 更收取拍摄费上万元 直到人跑了 店家才发现 男子一人分室两脚 遭到诈骗 他知道你在骗人吗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对他觉得很抱歉 谁要给我利用 哭着说很后悔 对不起被害人 警方搜出犯案时穿的西装裤 Polo衫 更找到六合彩签注资料 原来是中性嫌犯和太太 陈迷六合彩签读 缺钱花用 假冒公司董事长 或高阶主管名义 到处诈骗 犯下至少十起之诈骗手法案件 不法获利四十万元 洋酒行 连锁牛排店 烧烤店 食品行 量饭店 甚至百货公司也嗅害 清新诈骗手法 调准打工族或设施卫生员工 框片 方案太多起 终究露出 马脚被抓 最新闻黄明君台北报道